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金石明月 汉石观 万里长征 人未还 但是龙城飞降载 不叫狐马 渡殷山 一片风烟不绝的古战场 绵延千里 孕育出独特的殷山文化 成就了中国历史上 一代代罪卧沙场的名将 一片片壮怀激烈的边塞士 鲜卑 一个民族的崛起 勾勒出帝王之乡的千年沧桑 蜿蜒的古道 悠扬的驼铃声 不绝于途 串连着昔日的商贸极震 大青山的英雄儿女 用热血书写下 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高山之盘 一段段歌谣震撼心灵 吹烟鸟鸟 一道道美味充益味蕾 这里的人们用古老的智慧 滋养着脚下的卧土 在一山一水间 耕耘着幸福的生活 这里是北魏重镇武川 武川县地处内蒙古自治区中部 大青山北路 这里恶守着殷山南北交通的咽喉 自古就为兵家必争之地 这是关于武川一鸣最早的记载 北魏皇室三年 公元398年 魏王拓跋归迁都平成 正式称帝 为了鼎域亲席 拱魏都城 魏帝在殷山以北 设置六座军事重镇 驻兵束手 武川镇为其中之一 鹰山本身就是一道屏障 武川正好处于鹰山脚下 从大青山进入中原 武川是必经之地 所以武川当时所处的 战略地位是很重要的 身为武川县文物保护管理所的研究员 武明光正在整理一处遗迹的考古资料 三十多年来 他一直守护着这些北魏时期的陶制品 从中探寻这座军事重镇的繁华过往 武川县余树殿村的北部 屹立着一座宝京沧桑的宫殿遗址 它依山势而建 北高南低 历经上千年的风雨侵蚀 虽失去了原有的雄伟风貌 但依稀可变 其大致轮廓 咱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 现在所所属的位置就是广德殿 你看它是一个 上面要小一点 下面好像是一个梯形的 这么一个形式 它当年借这个广德殿 主要是为了当时保佑皇帝的雄性 咱们现在所看到的 这就是墙体上所附带的一个精致设施 它就叫马面 主要是起一个什么作用呢 第一个是对墙体有一个保护的作用 另一个呢 整体的话站到这个上面 开阔的空间都可以撂网到 当年北魏为了集中力量 消灭南方的刘宋政权 对北京势力制定了 攻防结合的方针 巡视漠南及殷山地区 成为太武帝拓跋韬的日常军事活动 公元442年 他出于铸臂的需要 在殷山北路修建行宫 南秦王求迟杨南当舍翻尾城 重义败阙 必见之所以 故殿以广德为名 据水晶著记载 行宫建成时 被刘宋灭国后的后求迟国国军 杨南当前来投靠 拓跋韬韬韬为了彰显人德 将新落成的殷山行宫 命名为广德殿 北魏中起 随着鲜卑族汉化程度加深 政治中心难移 武川镇逐渐失去了 曾经的军事地位 广德殿也最终湮灭在了历史的角落 北魏建立武川镇之后 就是把一些当时北魏的 蒙法大族的子弟都迁徙到这里 当时有谁呢 主要是有云文家族 还有就是后来的 隋朝的杨家的祖父 像杨忠 还有就是唐朝的祖父李希 这当时都是在北魏世纪的高盟子弟 他们最后从武川走出去 建立了水朝 建立了大唐盛世 所以说后人把武川比喻成是龙凤之乡 我觉得这种玉美之词 是当自无惠的 武川建镇距今一千六百多年 虽原武川镇城址已不复存在 但武川这一地名却始终保留下来 1912年 北洋政府置武川县 并大致沿袭至今 武川这座北魏重镇 历经历史烟尘与兵险战火 孕育了它多元包容的人文特点与情怀 为这片土地的发展与繁荣奠定了基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核与党 静白道南谷口 有城在右 迎带长城 背山面泽 为之白道城 自城北出有高板 为之白道岭 白道是连接殷山南北 东去西行的必经之地 因路口千余布 土色灰白而得名 今武川县吴公坝一带 就是古时的白道岭 1958年 在武川县东土城乡 出土了一枚铜印 印文为杨克传体 上书 监国公主行宣差 河北都总管制印 经专家考证 监国公主指的是 成吉思汗的三女儿 阿腊海别吉 印章上的名文 佐证了这位显赫的蒙古公主 曾经统领的土地范围 也意外地揭开了蒙古族 与武川白道的历史渊源 据记载 在公元1211年 成吉思汗挥施伐金 武川境内的白道 让蒙古铁骑轻松地穿过阴山 直入中原 身为武川的文学爱好者 年近六旬的胡国栋 一直在撰写白道相关的文章 今天 他又一次来到武宫坝 为他的新书驼道收集素材 我们脚下就是著名的白道 是从中原地区通往墨北草原 最重要的通道之一 这是很明显的 前人留下的车则 这一条白道 自古以来就是中原 和墨北草原连接的重要的商道 早在汉朝时期 殷山地区战乱不断 隋军的后期保障 孕育了这里的商贸发展 后来白道成为了草原丝绸之路 通向中亚草原的重要节点 每年有数以万计的茶叶和物资 穿过白道运到欧洲 这里是武川县的历史文化景区 排楼馆 位于白道的中段 古时 这里曾是唐朝的官方驿站 名为排楼馆 后来逐渐成为南北商户歇脚的驿馆 清朝时期 这里客商云集 骆驼 马匹 彼尖而立 相传 被誉为草原第一商号的大圣魁 光骆驼就有两万封 在进出白道的驼队中最为壮观 这个通道给清朝帝国的国库 注入了火力 每年它国库的一半 来自和俄罗斯的贸易 这是17世纪中俄贸易大动脉 可见这条上路的重要性 商业的繁荣带动了人口迁徙 商户的聚集形成了五川村落的雏形 时至今日仍有很多村庄沿用昔日商号的名字 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全县的人口才几千人 就是因为万里叉道开通以后 大量的走息口的人流 外来的人迁徙到此的三十年间增加到四万多 也形成了我们今天五川的人口结构 然而这条繁荣千年的商道背后 却掩藏着不可言喻的艰险 古时 吴公坝山势陡峭 车毁人亡的事故时有发生 1926年 时任隋远特别行政区警务处处长的吉洪昌 主持了对吴公坝的改道修筑工程 并提携化险为夷以致纪念 2008年 武川县在古白道的基础上 修建了呼武一级公路 先后打通了四条隧道 从武川到呼和浩特 两个小时车程缩短到四十分钟 勤劳的武川人将曾经的显观 变成了今天的通途 新时代的公路桥梁 开启了这座城市砥砺前行的新征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本次的讲解员 我叫尹靖元 很高兴今天为大家做本次讲解 那么在抗战争时期 大清山地区是沟通中国华北和西北的重要牛带 在大清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展馆 讲解员 尹靖元正带着游客们 重温那段硝烟弥漫的抗战岁月 在大清山山脉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 八路军在进驻大滩后 打响了一系列重要的战斗 1937年 日军攻陷内蒙古平随铁路沿线 控制了大清山地区 对陕甘宁抗日局势造成了威胁 中共中央考虑到大清山地理位置的重要性 决定在这里开辟革命根据地 1938年8月 大清山支队2000余人突破日军封锁线 进入武川县 这个构军地的传绿 第一 称为包围山盖宁别区的敲头包 第二 它培育了大家锻炼了大批的梦汉 这里是武功霸伏击战革命遗址 1938年9月下旬 大清山支队截获了日军增援武川的情报后 决定利用武功霸的地理优势进行伏击 在这场战斗中 大清山支队仅用约25分钟 就歼灭日军80余人 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 作为大清山革命根据地开辟后的第一场伏击战 武功霸伏击战曾被称赞为大清山的平行官大捷 这场战斗极大地鼓舞了大清山猛汉各族人民抗日的意志 成功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为大清山抗日游击战争拉开了序幕 这首传唱于大清山地区的民歌 是八路军与猛汉各族人民血脉相连的写照 抗战期间 武川人民在生产自救和佣军工作中 为大清山游击队做军协 棉衣 递情报 用无私的奉献精神 捍卫着家国的尊严 齐风毅力的德胜沟村 是大清山抗日游击队司令部就职所在地 这里曾走出了六百多位基层干部 被誉为塞外小延安 如今武川县德胜沟司令部就职 已成为内蒙古自治区籍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和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小姨跟你讲一个白生堡悲墨的故事 因为当时这个八路军供给出钢成立的时候 他来到我们大清山地区 给我们八路军背过水钢 清山有幸埋中谷 绿水寒情亦中魂 在血与火的战争中 大清山儿女共同铸就了坚定不移的革命精神 激励着一代代武川人 智风沐雨 砥砺前行 这是流行于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的一种短调民歌 爬山调 武川俗语中有 山群本是杜李生 心想唱肾就唱肾的说法 山群指的就是爬山调 是当地劳动人民在生产生活中 齐性创作的口头文学 它是抒发情感的民歌载体 传统的爬山调多为艺人演唱 唱词短小精悍 都用方言重叠词 语言何折押韵 字里行间蕴含着浓郁的乡土气息 1953年 素有爬山歌王美誉的张二银虎 随当时的隋远省文工团 首次进京演出 在中南海 他演唱的爬山调 受到周恩来总理的高度赞扬 由此 小众的爬山调 走进了大众的视野 在文艺舞台上繁荣至今 2008年6月 爬山调被列入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这一年 武川被内蒙古自治区 授予爬山调之乡的称号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范之兰 范之兰是爬山调的传承人 15岁凭借着一副好嗓子 考入文艺团体乌兰木齐 至今 他已经参加了上千场演出 他最难忘的是第一次 以爬山调参与大型舞台剧的表演经历 2015年 为庆祝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继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武川县的乌兰木齐 推出了一部大型爬山调抗战历史剧 《青山儿女》 该剧根据大青山革命根据地的真实事件 改编而成 用爬山调与现代舞台剧相结合的艺术形式 再现了猛汉各族人民 共同抗战的英雄事迹 当时 从排练到演出 只有两个月时间 这对于首次在大型舞台剧中 刚刚女主角的范之兰来说 无异于一次巨大的挑战 两个多小时的一个舞台剧 让三天就要把剧本背回 压力比较大吧 因为就没有 从我们单位来说 就这么大的剧 我们就没演过 也没有请过导演 经常演出的就是一些小的传统戏 这些都没演过 功夫不负有心人 2015年9月 在全剧团的努力下 历史剧《青山儿女》在呼和浩特 拉开了首演的序幕 熟悉的《爬山调》 让观众眼前一亮 赢得了满堂喝彩 一年后 这部历史剧被搬上了 北京民族剧院的舞台 范之兰和演员们 传承着先辈艺人的使命 让《爬山调》走进了 更高的艺术殿堂 如今 随着老一辈艺人相继离去 以范之兰为代表的 中青年歌手 肩负起了爬山调传承的重任 他们希望 这一悠久的民间艺术 能被更多人熟知传唱 在政府的支持下 范之兰将《爬山调》 带入校园走进了课堂 同学们好 老师好 同学们 你们知道爬山调吗 知道 小妹妹 你那回到白家里 小妹妹 兴起于景 行动于心 悠扬的爬山调 在一个个稚嫩面孔的硬沉下 承载着武川人的喜怒哀乐 与沧桑变化 唱出了这方古老大地上 永恒的律动 冷瓢油面倒烧酒 山珍海味都不如 一口油面一口酒 香的人们口水流 油面是中国西北地区 最常见的面食之一 至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 武川地处温带 大陆性半干旱气候区 昼夜温差大 光照时间长 土地以旱地 坡地为主 自古盛产耐旱 耐高寒的杂粮作物 其中含有丰富营养价值的油脉 成为了当地人首选的种植作物 在武川 每逢佳节 总少不了各式各样的油面美食 一家人聚在一起制作油面 成为了当地人一种独特的饮食文化 2009年 武川油面饮食制作记忆 被列入内蒙古自治区 自治区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年近五旬的贾银凤 是武川油面饮食制作记忆的传承人 他从小跟着母亲学艺 凭着一双巧手 将童年记忆中的味道 一直留到了今天 武川油面是由炒熟后的油脉 经研磨 揉搓 蒸煮等工序加工而成 一比一的开水 火面 火面的时候是 我的膀胱 灭光 省光就可以了 优质的原料和咸熟的制作记忆 造就了武川面食文化的丰富多样 从油卖面变成油面美食 有蒸 炸 窜 烙 炒 五种不同的制作方法 其中蒸油面就有窝窝 角椒等十余种做法 主要这个推窝窝就是个念功夫 手上的功夫 它是机子大了也不行 小了也不行 薄了也不行 厚了还不行 油面窝窝的制作 主要在于手掌对于力度的拿捏 用力过了太薄 不易成型 力太小 窝窝太厚 口感不佳 一笼上好的蜂窝状窝窝 要用力均匀 一推 一卷 一力 每一个动作都透出当地人对油面的偏爱 人们常说 须知武川油面有多好 且看接龙十里香 做好的油面嫩滑筋道 软糯香甜 配上浓香的肉汤或冷调的蔬菜凉汤 叫人唇齿流香 回味无穷 近几年 在倡导绿色健康饮食的呼吁下 油面作为武川美食文化的名片 成为面食手艺人争相创新的美食 在许多人的鼓励下 甲银凤独具匠心 推出了油面艺术品 他在和面的过程中加入蔬菜汁 既增加了营养 也丰富了油面的视觉感受 经过他耐心的揉搓与刻画 一个个彩色面团变成了一幅油面画 如今 武川县为了传承发扬 油面饮食制作技艺 已经举办七届油面文化节 甲银凤作为表演嘉宾 每年都会来到这里 他的作品是油面文化节上 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吸引着无数游客的目光 他也因此成为当地家喻户晓的 油面艺术家 古老的味道夹杂着一代代武川人的油面情 在传统中追根溯源 在细节上精益求精 为油面之乡留下了一缕独特的生活气息 在武川县嘉南种植专业合作社 张成忠和社员们正在召开一场紧急的会议 雨季来临 马铃薯进入病虫害的高发期 除草 打药成为了他们的当务之急 武川马铃薯的种植历史悠久 据记载清朝时期 大青山地区曾多次发生洪涝 蝗灾 马铃薯亦储存耐饥饿的特性 帮当地人挨过了那段荒石暴月 由此 马铃薯成为武川人世代种植的粮食作物 2008年武川马铃薯凭借质优味美 营养丰富等特点 成为北京奥运会餐饮专攻马铃薯 三十多岁的张成忠 祖祖辈辈都是武川县的蜀农 几年前 由于父母年迈 耕地无人打理 在外务工的张成忠决定回老家 紫城复业 凭着敏锐的经营头脑 张成忠依靠规模化种植 第一年就获得了一场大丰收 赚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 2011年 张成忠为了带动更多村民致富 在政府的支持下成立了马铃薯合作社 拥有了四平方千米的耕种土地 然而 原本胸有成竹的张成忠 完全没有想到 当年 全国马铃薯市场已经功过于求 由于销售渠道单一 合作社出产的马铃薯大量滞销 种植户们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重创 为了摆脱困境 张成忠跑遍了全国二十多座城市 最终在上海拿到了一笔订单 才勉强让合作社度过了难关 这次经历让种植户们意识到 深挖马铃薯的附加值 采用多途径销售 才是稳定马铃薯价格提高收入的突破口 2016年 他们与当地的科技企业合作 形成了从育苗到加工 一整套完善的生产体系 研发出了更多 以马铃薯为原材料的食品 创新的发展模式为合作社打开了销路 以为武川马铃薯产业的发展 开拓了新思路 短短几年时间 各种各样产自武川的马铃薯食品 纷纷走下生产线 畅销于全国各地市场 从此 马铃薯种植一跃成为全县的主导产业 改变了武川农民的生活 在武川县浩赖山巷 同样受当年马铃薯滞销的影响 损失惨重的薯农们 为了减少单一产业对收入的局限 引进了一种新兴的农作物 食用郡 武川县地处温带大陆性气候区 这里海拔高 夏季气候冷凉 适合栽培南方秋冬季节生长的 食用菌品种 于是当地农户利用这一特点 错开初孤高峰期 进行反季节种植 2012年年近六旬的王财彩放弃种植了半辈子的马铃薯 改为栽培食用菌 经过几年的学习实践 他从一位普通的老农 变成了乡里食用菌栽培的技术带头人 在他的带领下 越来越多的农户参与到了栽培食用菌的队伍中 如今武川县以浩赖山乡为中心 投入食用菌温氏大棚2000余栋 每年为全县带来4000余万元的产值 在这片土地上 武川人展现了他们因地制宜 勇于创新的发展智慧 探索出一条农业综合发展的扶贫富民之路 今天的武川县 境内分布着秦 汉 北魏 西夏 金 五个不同朝代兴筑的长城的遗址 他们虽已被历史的风雨拨石成断源残疾 但仍以茫茫苍苍的气势 诠释着塞外边关的粗犷与豪迈 武川从沙场狼烟到塞上田园 从漫漫茶路到千墨良田 舌尖心头的感受与木之所及的风华 形成了一幅生动而立体的画卷 让人流连其间 山水为行 人文乃神 在武川的土地上 人们用满腔的热忱和昂扬的斗志 续写着这座千年古镇的传奇篇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